索娜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 它独有的高亢音色穿透力极强 被称为流氓乐器 演唱会上只要索娜响起 其他乐器瞬间黯然失色 本期视频就来看一下那些索娜大神们在国外的表演 西洋乐器完全顶不住啊 在交响乐团的现场 大师一首索娜版好汉歌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激情 索娜的出现让指挥手足无措 尴尬的小手更是无处安放 愣是没想到让一只索娜砸了场子 前面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天下第一吹郭雅智大师 当初他在纽约世贸大厦的一首白鸟嘲讽大平全网 看着现场人山人海围观的老外 就知道索娜的魅力多感染人了吧 中文字幕提供 当上海民族乐团在法国巴黎吹奏起唢呐时 别说全城的老外听懂了 最后一个不换气的大成鹰 整只乐团都安静的可怕 简直差点把指挥送走 中文字幕提供 90后演奏家刘文问 是我国首位索娜博士 近年来他带着中国符号向国际传播 他与著名指挥家谈断一起 将索娜带上了国际舞台 他那惊人的肺活量 让其他西洋乐器演奏者们沉默了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